Alpha 下一位是Devon 好 謝謝 這不是我整理的名單 這是台灣遊戲公司整理的名單 那這是白色恐怖被槍決的部分 那大家可以看到說 雖然這個表格上面有年月、日性、名性別、年齡等等 但它其實並沒有顯示出 就是比如說它是因為哪個案件 或是說他們之間的觀點是什麼 以及它跟現在還活著的人 他們的觀點是什麼 就是我之前 就是我今天早上提的 我提的那個資料庫呢 其實是一個重建關係 以及把這些資料 其實在地圖上或是時間軸上呈現 那我今天在跟就是 別人討論的時候 遇到的一個最大的麻煩 就是資料的矛盾的問題 就是不知道怎麼在一個頁面上呈現 但是我們有想說 我們的資料庫可以是按照人民 按照時間、按照地點、按照案件 然後根據你的需求 然後點進去之後 會有不同的呈現 比如說你按照地點 然後你打上比如保密局 然後就會出現經手過保密局的各種人 包括數字啊 然後你在點看的時候 還可以就是看到那個人 然後他在他的口述 或是他在檔案裡面 他有提到說他經過這裡 所以他會比較形成一個比較大的picture 就是大家再去講白色恐怖的時候 其實比較不會就是陷入在一些就是 我聽過別人說 然後我大概以為以前是什麼什麼樣子 就是你會有聘有據 而且我們的系統是希望 是有一個回報機制 然後讓大家可以進一步去討論的 然後但是我現在還沒有任何的東西 我今天就只有討論說我回家要做什麼工作 我回家做的工作是Excel的建立 然後呢就是一個苦工 就這樣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好